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呢來分享一個義大利麵料理 番茄起司 血管麵 那這次的義大利麵料理 跟一般做義大利麵的方式有點不一樣 我們這次利用水煮加烤箱的組合來做料理 那做法也是相當簡單的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製作 好嗎 好? 這個樣子 好嗎 好嗎 很像 這才是一個可以的 然後趴火 拿五台 櫂蜜 川蕟 這邊我會建議直接使用這種市售的番茄湖罐頭就可以了 哇 番茄起司血管麵 好 來吃一下 我覺得比起義大利麵條 血管麵它的口感是更豐富的 而且比較有嚼勁這樣子 那搭配起司就非常的香 而且我們這次是用番茄湖罐頭 直接做調味的 所以也是非常簡單 那我們這次義大利麵的做法 是不需要用到炒鍋的 所以你不用在那邊炒東西 弄的就是說有油煙 不喜歡油煙的朋友 你就可以用這種做法 水煮然後用烤箱呢 也可以非常簡單的完成 喜歡這次的分享呢 就歡迎你做看看 那喜歡我們菜單研究所的料理呢 歡迎您追蹤訂閱 那任何相關問題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是菜單研究所Kevin 下次影片見 掰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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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